花莲县政府7月份成功举办两场夏威夷文化系的讲座 分别是7月18号举行的《花莲阿罗哈》 分享夏威夷以及人民的文化传统 还有7月23号航向南岛的环太平洋文化复兴旅程 两场讲座都吸引了花莲在地民众目光 有近百人到场听讲 共同感受夏威夷南岛文化的知识底蕴和美丽 这次县年讲座邀请了多位来自夏威夷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敬强分享 其中航海加坚波利尼亚航海协会成员 以丰富的航海经验展示夏威夷传统航海的文化 并深入解析 这套代表性的独木舟如何在环太平洋地区进行文化复兴旅程 讲解不仅生动有趣 还融入了个人的经历 让听众是感同身受 此外夏威夷传统产业创始人及工艺师 带来对夏威夷编织以及木雕工艺的详细介绍 除了展示进家的记忆 并且分享供应品的文化意涵 让更多人对传统供应有更深夕的了解 而在电影制作人兼夏威夷语言运动支持者 聚焦于夏威夷的文化精神 他与其图特的视角 透过影片的故事 让观众感受到夏威夷热情的力量 他对夏威夷人文化投入 其建议不拔以及永恒精神 也感动了听众 除了夏威夷全方位文化导览 讲座更提供了亲身体验夏威夷文化机会 参与者在夏威夷与传统游戏的引导之下 认识了夏威夷文化中的利与美的价值观 透过仪式的设计 与会者感受到仪式的神圣和庄严 并且品尝到圣水的美好滋味 而在忽拉伍的感动热情 在夏威夷的讲师代言之下 全场共欢腾 让花莲深刻体验了夏威夷与越武文化的魅力 夏威夷文化交流 对花莲先生回应是重大里程碑 幸福将延续这次参考的经验 此次进行与优化未来在本县南岛文化教育传承 就有更多国际南岛文化交流的活动 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 使原住民族与国际实质连结 促进合作一共好 记者将内华收到